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荧幕前 我们只看到了明星的光鲜亮丽 殊不知他们也和普通人一样 也会有直面生老病死的一天 如今就有一位将半生献给演艺事业的老戏骨突然离世 他就是江长文 正值享福年纪的他为何突然离世呢 说起来 现在的年轻人或许不太熟悉江长文的名字 事实上 他曾经活跃在七十年代的电视圈 出演过很多知名电视剧 包括《杨子江风云》 《花好春长在》等 年轻时候的江长文老师长得非常英俊潇洒 凭借帅气的外貌以及如雅斯文的气质 获得了很多观众的喜爱 一度成为台湾某电视台的当家小生 回顾江长文老师的演艺生涯 其实他还是经历过很多坎坷路程的 在江长文刚满二十岁的时候 他凭借参加梅花特工队的影视拍摄 而成功进入到了娱乐行业之中 江长文的演技一直被观众们所认可 可以称 七刚出道就达到了巅峰的状态 还获得了相当多的奖项 1986年 江长文在电视剧《杨子江风云》出演《男一号王凡》 该剧在金钟奖获得最佳连续剧大奖 值得一提的是 这部电视剧在当年红极一时 片头曲《卢花周》还找了费玉清演唱 江长文在七十年代小有名气 他在《一代红颜》出演《顺治皇帝》 在《花好春长在》与寇时薰合作 代表作包括《长江一号》、《春归录》、《明天就是星期天》 《打破地狱门》、《落智仔》等 他和女星谢玲玲还合作过电视剧《一缕相思情》、《爱在夕阳下》 两人的一目情侣形象深入人心 曾被外界誉为惊童玉女 不过 后来谢玲玲则嫁入豪门 虽然现在离婚了 但拥有过一身家的她 一直生活无忧 五名子女也很孝顺 小日子过得很是幸福 而江长文的演艺事业本来发展得很好 她主演的《杨子江风云》在当年收视很高 还获得过大奖 令她宏集一时 可能是观众们对江长文老师的期待太高 也有可能是江长文老师逐渐在娱乐行业之中迷失了自己 在成名之后没有过多久 她的个人热度就出现了下降 尤其是江长文在出演《长江一号》时 收视和口碑都不佳 她则急流勇退 无奈之下她只能选择淡出一幕 转行总是金融业 当时的她还不到40岁 过着深入简出的生活 几乎再也没有出现在大众的视线中 那时的她选择退营 还成为了当时不少人们的遗憾 没想到时隔30多年 再次回归大众视线时 却传了一个悲痛的消息 江长文日前意外身亡 享年76岁 这则消息令外界震惊不已 据了解江长文是深夜11点 在台北家中从11楼一跃而下 因为当时所有的消息都被封锁 所以才没有第一时间公布于众 直到现在所有的后事工作 都已经处理完毕 警方才在家属同意之后 公布了这个令人倍感心痛的消息 事发当天 警方接到江长文社区大楼警卫的报警电话 警方在第一时间前往到了案发现场 到现场后发现死者为演员江长文 而江长文家中窗户也敞开着 经过一系列调查 警方确认没有外力介入的迹象 因此不排除即想不开的可能性 此外 江长文的家属也表示 江长文近基因疾病 需要服用大量的药物 曾经产生过想不开的念头 所以他们对警方调查的死因 没有任何意见 曾经和江长文合作过多部联系剧的制作人周游 在车上接到记者电话 才得知好友的死讯 一时间吓得痛哭不止 立刻打视频联络好友 确认江长文的死讯后 他难过地表示 自己四个月前才和江长文联络 当时没有发现任何异状 随后他还伤心地说道 他跟我交情真的很好 本来还想着都没有联络 过年想找他来家里的 周游大赞江长文是一个很好的人 由于他温柔寡言 所以深交的朋友不多 不过他总会礼貌跟大家问好 每次拍戏周游生气时 他也会幽默安慰 并给予暖心拥抱 为此周游还表示 自己会在之后继续去调查 好朋友坠落的真相 虽然目前警方已经公布了 排除其他原因影响 但是周游还是不愿意相信 曾经的好朋友 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自己 试着安息 也希望身边的人 能够早日从悲痛的情绪当中走出来 事实上 除了江长文外 或许大家还想到多年之前 一个风华绝代的艺人 也是以这样的方式离开的 他就是张国荣 2003年的一个晚上 张国荣从香港东方文化酒店 24楼健身中心一跃而下 享年46岁 而他留给人们的不只是遗憾 还有一个个谜团 众所周知 张国荣红头半变天 其实他不是一开始就这么红的 香港人有一句话 张国荣也要十年才有今天 也就是说 哪怕像张国荣这样的巨星 也要熬十年才能出头 张国荣出身富裕家庭 父亲是当时的香港裁缝大王张火海 给好莱坞很多著名隐形做过衣服 但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 张国荣却并没有享受多少宠爱 父亲是个花花公子 艳遇不断 母亲忙着与小三争斗 也没空管教他 因此 从小张国荣就是个缺爱的孩子 十三岁时 他远赴英国留学 希望能有一天继承父亲的一波 得到父亲的重视 不料 家到中落 为了维持生计 他开始摆地摊卖鞋 后来卖过牛仔裤 当助理 只要能赚钱 什么都做过 从来不抱怨 一个偶然的机会 张国荣知道了电视台 正在举办歌唱比赛 他向曾经的佣人六姐 借了五块钱做报名费 自此以歌手的身份 踏进了娱乐圈 但他拍过《鼓手》等几部电影后 却没引起太多人注意 直到1982年 他认识了陈淑芬 一个改变了他一生的女人 他曾不止一次公开说 我的背后 有一个对我的事业 有很大帮助的女人 这个女人就是陈淑芬 陈淑芬是香港娱乐圈 有名的金牌经纪人 曾做过邓丽君的 个人演唱会 后有做过张学友 梅艳芳 沈殿霞 张志玲 陈松林 周华健 罗文 丽志 曹蒙 黄敏豪的经纪人 在娱乐圈内举足尽重 但他对张国荣的感情不一样 张国荣是他签下的 第一个艺人 1983年 张国荣的第一张专辑《反响平平》 是陈淑芬安慰了痛哭的他 1984年 张国荣的专辑《莫妮卡大卖》 人际暴涨风光无限 却少有人知道 《莫妮卡》的版权是陈淑芬多次跑日本 一次一次磨下来的 自此 在陈淑芬的帮助下 张国荣一发而不可受 《兜风心情》 《狂恋》 《爱慕》等专辑陆续推出 张国荣遂成为天王级个星 后来张国荣宣布告别歌坛 陈淑芬不仅没有反对 还助他在影坛站稳脚跟 接连推出了《阿飞正传》 《霸王别姬》 《胭脂寇》等经典之作 陈淑芬和张国荣之间 早已不是经纪人和艺人的关系 更像是不离不弃的亲人 1986年 陈淑芬离开华星时 张国荣问也不问就跟着他走了 大概正是这样像亲人一样的感情 张国荣甚至在最后时刻想到的都是他 最后那个晚上 张国荣给陈淑芬发出最后一条信息 淑芬 你来接我一下 然后从24楼纵身跃下 彼时他刚办完热情世界巡回演唱会 收获巨大的声誉 主演的电影《一度空间》 被提名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一切都在蒸蒸日上 他为何突然想不开 后来警方对外公布了张国荣的遗物清单 似乎给出了答案 似乎种种迹象都表明 张国荣去世是因为疾病 但张国荣去世是几年后 向太在接受如意采访的时候 曝光了张国荣去世前 最后一通电话的内容 否认了张国荣患疾病 张国荣去世前最后一通电话是打给向太的 问他相不相信自己没得心理疾病 向太对张国荣自然是百分之百的信任的 当即给了肯定的回答 并且和他商量开机者招待会澄清 可随之听到的却是离世的消息 无法接受噩耗的向太 当时就探索在了大街上 张国荣的死因更加扑朔黎明 一个是多年好友向太 一个是亲人一般的陈树芬 两人到底实在说谎 其实不论向太和陈树芬都没有说谎 只怪真相太离奇 让人太难以置信 张国荣包姐张绿萍在2012年 接受香港电台700万人的先锋采访时 也曾提到了弟弟的死因 据悉 医生麦列飞飞正是张绿萍丈夫的妹妹 所以张国荣的病情她最清楚 人们只知道心理疾病 却不知还有一种生理性的疾病 据张绿萍透露 张国荣得的就是这种 她不觉得自己不开心 不相信自己有病 但在不知不觉间 会因为缺少的某种激素情绪低落 陷入低落 导致严重的后果 所以张国荣去世的原因 已经呼之欲出了 不过就算张国荣离世之谜已经解开 留给人们的其他谜团依旧不少 不论是江长文还是张国荣 他们都创作过许多精彩的作品 以这样的方式结束生命 实在令人遗憾不已 不管怎么样 还是希望他们能够一路走好 同时也希望活着的人 可以珍惜生命 勇敢地面对人生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余记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分享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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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分享视频